假如有两种念佛人 一人明白自信之理 于日常生活中力图不起念不着相 时刻绝照 虽圆满而立行之 目前尚不能自在往生 这是一种 念一种不求通达 只是一句佛号念下去 生活四缘只求过得去 力求功夫尽快成就 请问如何评价这两种路 莫学业障深重 渴望功夫早晨 却总行与前者 这两种都有它的好处 都能够成就 这个佛家常说 最容易得度的 是上根与下语 上根的人呢 他一切通达明了 他没有怀疑 他不会夹杂 他功夫绵绵秘秘 也不会减断 容易成就 下语之人 他虽然什么都不懂 他老实 老实非常可贵 老实怎么教他 他就怎么样受持 他也没有怀疑 他也没有夹杂 也没有间断 两种人同样成就 你们诸位都听说 那个地心法师 晒蜡烛的那个徒弟 那是下下语人 他念佛 三年多就成就了 站着往生 不能算没功夫啊 他什么都不会 地牢只教他六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 教他一天到晚念 念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再念 将来准有好处 他也不知道什么好处 他就肯老实念 念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就再念 这样念个三年多 他就念成功了 他为什么能成就呢 老实 没有受过教育 什么都不会 所以人谦虚悲下 我们讲自卑感还是很重 看到哪一个都比我强 我都不如人 这个人能成就 这看到哪一个人 我不错 他们都比我比不上 这人没有成就 处处不如人的人 这个人成就了 处处比人高的人 永远成就不了 所以这个两种方式都行 这个 在生活里头 如果想 不起念 不着想 那 为什么呢 你有不着想的念头 已经着想了 你有不起念的这个念头 已经起念了 这不是容易死心 所以 古德常常教人 学语 那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学语 不学聪明 学语的人 才是真正智慧 真实智慧 这etaan 大家 我 谢谢观看